好 还有一种状况呢 是你办了这家这个手机的这个门号之后呢 才发现原来遭了在家里面这个讯号不好 怎么办呢 业者其实并不会提醒你 也就是说你还是得办好之后 才能够自己在家里测试 那么同时呢还有民众反应 像刚刚这样收讯很差的 那么有些业者会帮你加装辅助器 但是如果民众不愿意要终止门号 还要付违约金嘛 对此消保官明确表示 收讯如果不好就是业者的服务有瑕疵 因此不能够收取违约金 因为我想问一下说如果我要办好号 我可以知道我家那边的讯号 讯号不好吗 家里收讯好不好实地道门市询问 原来收讯品质 民众得自己测试 讯号好不好扯 对 你要把我们客服询问 打客服哦 对 因为出现比较不到 所以要办办号之前 我们要办法先知道说 对 可能要把我们扯货 因为要扯货地址 业者并不会事先提醒 根据了解 讯号强弱跟基地台的位置有关 位在巷子里的住户通常比较吃亏 根据电信业者表示 通常在狭窄巷子当中的透天错 因为这个基地台的讯号受到多方的干扰 因此很可能成为收讯的死角 豪素的林先生住家附近只有一个基地台 距离900公尺 所以一回到家 手机毫无用武之地 用户家里面的建物的遮蔽 或者是室内的装潢 这个都会影响到收讯 厘清了之后 那然后我们会去评估说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改善 收讯这么差 却不能无条件终止合约 合约期还没有满 那如果要解约 那我们终端设备的补助款 那就按之前收 对这个服务的品质 那是有瑕疵的 那这个是不可规则在消费者 所以业者他不能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 再跟人家说围经 虽然讯号很差的状况 每一家电信公司都可能发生 民众要求保险 只能在申办门号前 花时间测试讯号 否则合约一签 到时候收讯变差 电话费又不能不缴 只能当冤大头 这个基本经过是 刚某种报道